参加八关栽戒,让在家种也能够种下初始善根 屏东的连云市举办两天一夜的八关栽戒 目的是为了让在家的男女恶种能够种初始解脱的善根 而受戒的人必须一天一夜离开家庭 到生团去居住,学习出家人的生活 街上告诉我们,你能够持很经验 一日一夜,八关栽戒,你64个人 假情都变怀了,这是活告诉我们的 所以有福报能够来受这个八关栽戒 真的是前世种下的很大的善根 在这里一日一夜八关栽戒 早上十五,第一支箱就撒进之后 就先讲八戒戒相 你要手拿几条戒 在这里一日一夜不可能换到 那真的你没办法受的话就马上赶快舍戒 那你就要自诚地忏悔 关是禁的意思 就是要关闭众生,流转生死的门 也就是关闭杀,盗,盈,八种罪过 称为八关 灾就是正午之后,不可以再进食 八戒中前七条为戒 后一条过五不时为灾 何称为八关在界 十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